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伯吉天卷联合出品的长篇悬疑有声小说《石宗罪》 作者蜘蛛 演播 骆驼 第三百一十集 画龙进行了动员 比武大赛 采取自愿报名方式 画龙强调 市里边的各公安分局 各派出所 政治处 内保队 经侦队 治安队 刑警队 网监队 交警队 必须得有人参加 至少要派出两名选手 这次主要是为了选拔一名优秀的警察加入特案组 画龙激情澎湃地说道 同志们啊 知道特案组是什么吗 全国顶尖的队伍 破获过多少大案要案 目前成员只有四名 这是从全国警察之中挑选出来的最牛的人 我也是其中一员 这次比武大会冠军 我将推举他参加特案组 想想吧 等自己老了 孙子坐在膝上 抬着天真无邪的小脸 问爷爷 你当警察的时候都干了什么 你可以这样回答 我加入了特案组 抓来了许多穷雄极恶的大坏蛋 加入特案组 这不仅仅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耀 而且是要面对各式各样的变态恶魔 逮住他们 打倒他们 把恶魔踩在脚下 让他们支挖乱叫 然后再扔进地狱 那 才是他们应该待着的地方 我也不说会为了正义 为了人民之类的话 我只想说 拳头 才是坏人唯一能够听懂的语言 所以 你们要珍惜这次 千载难逢的机会 一个警察举手问 说 比武的时候 有护聚吗 没有 我们是自由搏击大赛 面对歹徒的时候 我们难道要先戴上海绵头套 再戴上拳击手套 再和歹徒过招吗 我以前和一个叫黑皮的家伙 光着屁股打黑是拳 身为警察 随时会面对各种危险 不会有点功夫怎么行呢 一个胖警察问 有年龄和体重限制吗 也分成轻量级和重量级吗 看看你这肚子 跟孕妇有什么区别啊 怎么制服凶犯啊 我可不想在报纸上看到这样一条新闻 菜市场病猪肉小贩 勇斗七八名警察 不好好练武 不强身健体 怎么打得过熊熊极恶的歹徒啊 怎么为老百姓 声仗正义啊 另外一名警察说了一句话 大家都笑了 他问 特案组的工资是多少啊 特案组成员 是全国一百八十万警察队伍之中最牛的警察 警察中的明星 问钱 我真想揍你一顿 还是有问题 此时 一名女警问 说 女的也可以参加吗 是不是要分成两个组 男子组和女子组 我想加入特案组 画龙犹豫了一下 他想起牺牲的女警 胡远晴 心中一阵刺痛 不是机制女性啊 女的就算了 这次只允许男的参赛 我也没想过 要选拔一名 女特案组成员 有警察问说怎么打呀 是不是像世界杯那样 分成几个组 先产生八强 然后再产生四强 最后争夺冠亚军呢 按这个比赛的话 能拖到大年三十 我们什么都有 就是没有时间 所以 比赛方式 简单说就是群殴 一场定输赢 比赛时间是明天 回家准备一下 明天上午八点 比赛场地 就是这个篮球场 第二天 画龙担任裁判 吹响了哨子 比武大会 开始了 画龙还让人做了一条红色条幅 挂在篮球场边上 上面写着 风源市首届警察 自由搏击大赛 比赛场地 就是这个篮球场 规则也很简单 第一 倒地不起的 算输 第二 窃场 逃跑 跑出篮球场边界的 算输 第三 最后 站在这个篮球场上的人 就是冠军 一共有近三十名警察 报名参加 有的匆匆而来 甚至还穿着警服和皮鞋上场 还有的穿着格斗短裤 光着上身 看上去很专业 大部分警察都穿着运动服和球鞋 看起来像是参加田径运动会的 场外 还有亲友团助威 不时传出来某某加油的喊声 比赛开始以后 大家都有点拘谨 谁也不好意思第一个动手 熟识的警察 则是嬉皮笑脸的 互相打招呼 画龙大喊一声打呀 还等什么呢 一名警察跃跃欲试 率先踢了一脚 引发了混战 斗殴场面极其的混乱 和街上的痞子打裙架 没有什么区别 场上的人自觉分成两派 交警和公安局其他部门干警 交警非常团结 抱团作战 其他部门的干警成了一盘散沙 有些难以抵挡 一阵拳脚护殴 追缠撕打 仅仅过了五分钟 场上就只剩下了十个人 一些人脸上挂了彩 跑出场外接受治疗 而更多的人是自愿放弃比赛 觉得自己不是这块料 画龙很失望 对赵书记说道 这打得也太文明了吧 早知道让他们上场前都喝点酒了 赵书记有点尴尬 他心里边隐隐觉得 组织警察打架似乎有点不妥 只是不好反驳画龙 画龙说道 哎 看那小子真够阴的 脚上穿了一双军靴 靴在那边有钢板 踢人可够疼呢 赵书记善笑之附和几句 画龙又说道 哎 那边 那胖子谁啊 打架够猛呢 身边还有一瘦子 高个儿 两人是朋友吧 上场之前 瘦高个儿和矮胖子就商量好了 让其他人先寻殴 自己保存实力 最后坐收渔翁之力 没想到 这矮胖子一上场 就热血沸腾 直接冲到人堆里 见谁打谁 毫无拘色 而瘦高个儿 只好在旁边协助他作战 两个人进退有序 形成了一个组合 场上只剩下十个人 除了瘦高个儿和矮胖子 其余八个人都是交警 其中还有一名副队长 交警副队长是一名退伍兵 曾经在野战部队服役 他成了场上的临时领袖 副队长指挥道 我们八个围住他们俩 往脚那边围 别打 直接推出场外 按照规则 只要出场 他就算输了 场上形势 对两人非常不利 二打八 胜算不大 八名交警 形成扇形包围过来 两个人站在蓝圈以下 已经是无路可逃 只能背水一战 矮胖子问道 怎么办 瘦高个儿回答 拼了 先打领头的 我们俩不要分开 一起往中间冲 瘦高个儿抓住 上方的蓝圈 身体腾空 踹倒了两名交警 矮胖子 生就一身蛮力 像一枚炮弹似的冲了过去 直接用头撞翻了副队长 又顺手拽倒一个人 瘦高个儿紧随其后 一脚踢中副队长的肋骨 副队长倒地惨叫 其他交警一看最能打的副队长 已经失去了战斗力 心理防线瓦解 失去了指挥 其他人也无心恋战 这也导致了摆局 矮胖子与瘦高个儿 边冲边打 拳打脚踢 令人眼花缭乱 矮胖子主攻下路 频繁用脚踹踢爆摔 而瘦高个儿则利用自己 身高必长的优势 拳打肘击 两个人配合得天衣无缝 看得出来 这两个人都受过 专业的格斗训练 瘦高个儿练习过泰拳 战力是搏击很强 矮胖子学习过巴西柔术 不间断地使用关节剂 和绞杀剂 占得上风 最终 他们以两人之力 打败了八名交警 画龙忍不住鼓掌 这两个人谁啊 赵书记说道 我也不认识他们两个 平时没见过呀 这两个人 一个叫胖虎 一个叫兽强 都是谐警 火车站派出所招聘的临时工 并不能算是正式警察 平时就是抓赌抓瓢 制服罪汉 练就了近身格斗的本事 再加上 他们平时就喜欢研究自由搏击 哥俩唯一的爱好 就是去健身房锻炼身体 所以 在这次警察比武大会上 两个人出类拔萃 一下子拔营而出 好 现在就你们俩了 你们一决胜负 胖虎说道 不行啊 我不能和他打 为什么 兽强说道 我是他哥 对 我们俩双胞胎 亲兄弟 画龙仔细打量了一下 有些惊讶 随即又捧腹大笑 这一对双胞胎啊 长得那可是天壤之别 一个是又高又黑又瘦 另一个那是又矮又胖又白 有的双胞胎确实长相不一样 画龙觉得 让亲兄弟打架是抢人所难 有伤情义 他当场宣布 兽强和胖虎双双夺冠 没想到 这两个人却表示 自己并不想加入特案组 而提出了别的要求 胖虎说道 画龙大哥 我们兄弟俩想拜你为师 你小子是不是脑子少跟筋啊 既然喊我大哥 怎么还提出拜师啊 我们一直很崇拜您嘛 为什么要拜我为师啊 我和弟弟打听过 说谁是中国最牛的警察 不止一个人和我说过你 现在我们哥俩是终于见到真人了 你收下我们吧 如果能拜您为师 那真是让我彭壁生辉 含笑九泉啊 别乱用成语 师父 那我们哥俩吧 不想加入特案组 就想拜您为师 我们俩去公安部找过你 人家没让我们进门 我们俩还有你照片呢 师父 我们并不是你的狂热粉丝 而是想成为像你这样的人 做一个顶天立地男子汉 成恶阳善 除不安良 画龙怒道 我现在没有收徒弟的打算 别得寸进尺 给脸不要脸啊 比武大会不欢而散 画龙有点犹豫 要不要推荐这一对活宝加入特案组 赵书记也劝他慎重考虑 档案显示 授墙只有高中学历 胖虎连初中都没上完 两个人还不属于赛编警察 自从担任协警以来 两个人也是劣迹班班 上班喝酒 下班赌博 违规使用警车 非法使用警械 邪警很难转正 除非参加招警考试 而这两个人的学历 要通过考试 可以说是比登天还难 画龙笑了 这两个家伙 还挺像当年的我嘛 赵书记刚想义正言辞地批评几句 听到画龙这么说 就只好闭嘴了 画龙问道 他们俩就没什么优点嘛 哎呀 倒是有过群众送过锦旗 哥俩救过一个落水儿童 所以就没有开除他们俩 第二天 两个人就被派出所开除了 原因是 他们俩打了一位派出所领导 有声小说十宗罪 由喜马拉雅和伯极天卷 联合出品 作者之珠 眼波骆驼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您期待下集 听有声 选骆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